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2017打縮系統用戶大會的活動現場 我是主持人欣梅 那我們現在所在的攤位是清衡國際有限公司 今天他要為大家展演的就是智慧機械解決方案 我們非常榮幸邀請到楊大琪經理 來跟我們好好聊一聊究竟機械手臂的應用是什麼呢 歡迎 現在我們看到機械手臂有分兩種 一個是教導編成 一個是離線編成 那在達說產品應用在機械手臂這一段 還是用在離線編成的這一個部分 那離線編成它的優點 它就是不會佔用機器人 另外一個可以做複雜的這個程序 另外可以在電腦在達說的軟體上面 做一個先電腦的仿真演示 然後排除所有不必要的錯誤 或比如說過切撞擊等等 然後等到全部的錯誤排除以後再丟 再產生知道程序 然後再丟到機器人上面去執行 所以以達說的產品來講 可以彌補機器人在教導編成這一塊的不足 所以它應用的範圍更廣 那你會說教導編成跟離線編成有 可是不是對立的 其實它不是 它是彌補教導編成不足的地方 所以相信達說在機器人手臂這個應用的部分 可以把機器人的這個價值 可以充分發揮到領域機制 那在我們一直在講的這個工業4.0這個領域 它可以把它說的產品可以把它輔助到最充分領域機制的這個領域 謝謝 謝謝經理的分享 謝謝您